大家好,我是杨子,来优酷国际版APP,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泻,和我一起沉济至追剧吧 什么事情了吗 殿下常年在天界当差,每日通过焦珠镜联系我们,处理北海事宜 这几日我们都未曾收到殿下的口语,我们只好施法催动了焦珠镜 却只能看到这幅画面 此处为我焦人族的秘密领地换为琉璃铺,因至高圣洁,设有洁界,族中无人可以攻破 便是龙尊殿下也无法入戒查看 我们寻找殿下新妾,龙尊殿下便让我们前往阎兰山求助 长老请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查明真相,寻到陆铭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也来了北海 想必也是知道陆铭失踪的消息了 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 我在陆铭的焦珠镜里,看到了北海水景,循迹来自 焦人陨身后,一生记忆都会凝聚成一颗焦珠镭 这是陆铭的焦珠镭 这是陆铭的焦珠镭 这是聚灵丝 陆铭早就留了一手 令人虽把陆铭的焦珠镭摧毁了 可是若有聚灵丝 便会感觉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 便可以亮起来,可以聚会几分灵石 陆铭,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 弟尊,您找我 为侍者,收心纳严 但凡遗嘱,路就到头了 这怎么会是弟尊 三界之中,能伤你先一之人,少之又伤 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 还篡改了计策 并且联络东海 由此看来 弟尊的确有嫌疑 这是之前我和陆铭 陆铭真的死了 我和他相约好 要相伴万年 可是我却下了凡剑 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 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 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 陆铭他一定在怪我 他一定在怪我 陆铭他没有怪你 他是在和你告别 刚刚出现那两个画面 他是想告诉我们 地点就是在仓书阁 肯定是陆铭早有防备 发现了线索 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 我和你一起去 若在藏书阁 我对那里很熟悉 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 燕丹 你是妖神 若是被发现的话 会有幸运症 我一定谨慎小心 请你相信我 陆铭如今尸骨为寒 可凶手却逍遥法外 我没有办法再反击安心等待 陆铭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帮他报仇 求你了 好 那我们便一起去